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特派车 我是温宇松 带你轻松 赚大钱 今天周末台股跌38点 这礼拜台股都在修正 只是它修正的幅度都不大 请问要不要害怕 要不要恐慌 如果每天都只跌10点20点 你觉得这有什么好怕的吗 可是问题是你敢买吗 如果你不敢买 那未来指数如果创新高 如果再度狂飙 你有可能赚得到钱吗 对不对 涨的时候 你担心它不跌 好不容易拉回了 要保卫一下 好来 今天路上28点 早上有高点 那我要很明确告诉各位 修正后的台股 它一样 它还是 它仍然 要涨 要涨 这样有清澈 所以说 你不要去担心指数再拉回哦 因为 我来看一个东西 来 这是这两天的你报纸看得到的 三月进费入1800亿 光三月份一个月就会进到1800亿 那这些钱你说进入股票市场还没 少部分进去了 那大部分呢 都还在 还没进场哦 所以 这就会成为未来的动能 好 那你要不要害怕 所以说 关键就在于 你要买什么股票 想必啊 各位应该不会去买这种股票了 对不对 这里没要买 打完底要发动了你不买 你在这里偏偏要在这里买 这我讲过 我就不赘述了 这个我也讲过了啦 底部打完的时候要发动的时候 你不买 涨到这里你才要买 最近天天在跌 跌两个月了 或许有机会反弹 跌生总是要反弹嘛 对不对 这里久没去啊 搞不好轮到它啊 可是问题是 如果只是反弹 你去买这干什么 你买这干什么 你买这干什么 你钱太多了 对不对 是不是钱太多 我不是告诉你它不会涨哦 而是我要告诉各位 你既然知道啊 你要买股票要买在底部 那你为什么要买在这里呢 很奇怪对不对 任何股票都一样哦 它一定会经过打底的过程 所以说 你要买的时候 是买在它突破的时候 是在发动的时候 是在发动的时候 对不对 那现在的心象 你有没有可能买在这里 不可能嘛 所以 我要强调一遍哦 任何股票 即便是心象 它都经过打底 它才会喷出 那现在台面上 其实还是有很多股票 它现在在打底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去找到底部的股票 然后去追踪它 当它要发动的时候 你要赶快进场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说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的股票涨这样子 请问你告诉我 今天跌几点 跟你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这就是我们会员的股票 今天是怕涨热涨 你会害怕 可是我不是告诉各位 股票要一直抱着 我先让你看一下 我们3月22日礼拜二 这一天找盘有先卖一趟 对不对 那卖不是抗坏 卖是要利用回档的时候 去找机会带你再去把它买回来 再去布局 甚至去买全新的标的 对不对 因为行情修正幅度不会很大 可是你一定看得出来 这个礼拜是偏修正的 所以说修正的时候 要不要害怕 就是好的买点 所以说我今天怎么告诉各位的 这3月25号 本周的台股其实就是在休息 那既然要休息 就让它好好的休息一下 不要在休息的时候 也在标 对不对 如果连休息都在标 那我想问各位 你敢买吗 你就真的不敢买 我说现在你可能也不敢买 可是它如果连休息都不休息的 你更不敢买 对不对 你连上车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怎么告诉各位 有修正才是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 有修正才是好事 一来它可以消化 没有信心的符合 跟卖压 毕竟有长了一段了 你休息过后 你未来要标再标 再来就是 它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场 持着很好的机会进场 进场机会 还是要强调一遍 热钱赢台湾 热钱演台湾 适时的逢地布局 底部豪股 你未来才有机会大赚 你才有大赚的机会 外资三月份 一个月还没结束 已经货1800亿进来了 多恐怖啊 这些钱未来都会进入股票市场 好 那我们礼拜二有先调节一趟 我高档的调节 是为了拉回来再买 所以说你不用在意我什么时候卖 你要在意的是 我怎么样带你买股票 对不对 好 请问是买这种股票吗 当然不是啦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要 我们现在要关心的不是 它跌很多 3月15号 当宏达电喷出去 来到波段最高点的时候 外资告诉你什么 大为赞叹哦 宏达电应了VR而美丽哦 VIP是一样什么 伟大的设备 可是我想问各位啊 现在外资会告诉你什么 嘴常常都没说话哦 事实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都有提醒各位 长黑二分之一没过 基本上就是盘 只要没机会该跑 你就是要跑 我前面曾经讲过 如果股票还会飙 你就抱着 那如果不会飙 那就一定要跑嘛 对不对 请问你知道他 请问你知不知道他不会飙了 你已经知道了嘛 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去买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不是他 不会再飙了 而是他会跌到哪里 可不可以买 回想一下 我昨天怎么跟各位分析的 我知道很多人有宏达电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 如果你手上有宏达电的 这里如果不是低点 相信低点也不远了啦 你可以暂时不要杀低 搞不好他再创个新低 老师没买 差了三块 结果一下子上去就很快 这反弹速度一定很快 那相反的 如果你手上没有的 我仍然不建议你现在进场 因为还没有轮到他 他还没有要标的 他还没有要标的意思 有没有反弹你自己去看 可是你会发现 他弹幅并不大 弹不太上去 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 的是你现在要买的标的 就不是这样的股票 因为标过 而且已经结束了 那可能要经过整理的时间 又就比较长 那我们要买什么 我们要买底部的股票 那我要告诉各位 只要那种形态出来了 你就不要去排斥 来 因为我强调过 你唯有掌握底部齐砸 你才有机会赚大波段 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标股 不管他标几倍 他一定经过打底 标十倍的股票 跟标一倍的股票都一样 如果你能够在他标十倍之前 标一倍之前 等他打完底的时候 去布局 请问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办法赚到一倍 你有没有办法赚到十倍 就有可能赚到十倍 所以既然已经标了十倍的股票 我们就不要去理它 我们去买 未来有机会标十倍的股票 对不对 好 那你首先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事情是掌握它的底部齐涨区 对不对 当你找到这种股票 不是告诉你说 打完底就马上要喷了啦 有时候打底的时间要很长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会打底打多久 所以说没有人会买在最低点 如果你每天在想的是买最低点 代表你每天都在拆低点 那通常都不会买在最低点 所以说我们当找到股票的底部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找到它什么时候要发动 当它要发动的时候 我们再去买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请你不要认为 以前没标过的股票就不会标 我举例 这叫做钢铁股 是不是掌握起标点 你就能够赚到钱 哪怕它叫做中红 哪怕它是低价股 它打完底 底部起涨 它发动的时间出现了 它就是会标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发现这两天 银剑骨很强对不对 不要觉得它不是主流 它就不应该标 不要有酸葡萄的心理 它标就是在标 那你听到没有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不用去追 因为这个点也不会再重来 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我们当你找的是什么 下一个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对不对 不用去追哦 在前面 你不用去追哦 你一样可以找到底部的股票 当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 未来 你会找到很多大波段的股票 在你手上 是不是这样子 好 狂飙啦 哇 一滴标一滴标 掌停板 有没有 一直标 那我想问各位 这么短的时间 连续拉两根掌停板 连续狂飙 二十几% 要不要追 当然不要追嘛 千万千万不要追 你一定要去找到底部刚要发动的股票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不会带你去追 我不会带你去追 我会带你去找下一档 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你不用管它是什么股票 如果它要发动了 你就可以买 对不对 好 请问是不是底部刚发动的股票 是不是开始标 所以说当你看到 当你发现 台股在杀的时候 它在标 它在标 是不是它在标 是不是发动了 是不是标了 是不是底部起长 其实我们把它卖掉了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没有看坏的意思 因为你买了两档股票 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 谁比较强 谁比较弱 所以说当你找到底部的股票 当你买在起标点之后 你就不用去追了 对不对 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嘛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去判断了 它未来还会不会再标 如果它还会再标 那你就报了 那万一它不会标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没有去追股票 你是在底部的时候进场的 所以说它如果不会标 你随时可以跑 对不对 那你就算没办法赚到波段 最少你还有短线可以赚 可是如果你持续不断的 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告诉你 你手上未来一定会有 标好几倍的股票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好不好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 上行我把它卖掉 我买 转到秦亚 对不对 因为我认为两档股票 还是有强跟弱之分 它比较强 那你说比较强 为什么今天没有涨 我觉得没有涨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礼拜结算下来 台股其实是跌一百多点的 五天的时间 跌了一百多点 其实不多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是休息 这是好事 那你觉得秦亚有跌吗 强势整理 它可能跌不到一毛 你从上礼拜五结算的价钱 到这个礼拜来结算 你看它有没有跌 它也没有涨 可是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就是强势整理 那我不可能每一档股票都抱着 对不对 我一定要把股票留在最强的手上 股票上面 因为如果会标 那就一定要报老 这样听有没有 再来就是 如果苹果未来也要用amore 我们都知道 三星因amore而闻名 它的手机解析度会这么好 在阳光底下 能看得这么清楚 都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连苹果都要用 是不是代表未来 大多数的手机厂都会用 其实事实上 现在有很多的手机厂都在用amore 都跟商心下单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苹果也要用 那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那真的能够吃到这块的不多 台湾就有一家 而且是代理 然后叫秦亚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机会是蛮大的 可是这个时候你会讲 老师啊 但是现在呢 上礼拜 这个礼拜 没有行情怎么办 我们到底买什么股票 还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要找什么股票 底部起涨的股票 而且你找到这种股票之后 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发动 好 我能帮你找到 我帮你找到一档底部起涨的股票 是不是底部起涨 而且它刚好要发动 所以说我们就带着会员进去买 汽车电子之王 车电王 五三四九先锋 买进多单 底部起涨 好 我们就带你买这种股票 那会不会飙 你自己去看会不会飙 或许你会认为 老师啊 这个就不是主流嘛 就跟这个营建股在飙 那不是主流嘛 没你买这种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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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飙 对不对 我没有其他意思哦 我只要凸显问题哦 还是买这个股票 今天我 我说今天啊 好了不说了 底部起涨 底部布局 老师这不是主流 我买这 长八毛而已 隔天你会更 更觉得是对的 你看你看 起一角 这真的不是主流 对不对 三月二十八 又长了一毛钱 虽然只是一毛钱 三月二十一号礼拜一 涨停板 当台股盘中在大跌的时候 你发现 先锋他涨停板 请问 你现在才想要买吗 当你发现 他真的是标股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已经涨了三天了 请问你怎么买 所以说 我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任何股票都一样 你一定要在底部的时候进场 千万不要再去追高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再次恭贺 先锋亮灯 掌停板 报道继续转 3月12号礼拜二 请问台股没有涨 台股没有涨 开高走低盘中 下沙缩盘拉高 可是还是跌 请问我们的先锋怎么样 再创波段新高 这一天 我有请你调节一趟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这一天 我们请你先调节一趟 找盘 后来399点 礼拜三也是跌 礼拜四也是跌 今天也是跌 只是加起来跌不多 都跌20点30点而已 那为什么我要卖 我不是看不懂 台股要回我很清楚 但是它回幅不会很大 我现在抽一点点钱出来的目的是要 未来带你买 深圳会标的股票 当天卖 你卖了 你后面就有钱可以买新的股票 对不对 我举例 你那一天没有卖 隔天有一趟股票标 标起来的 你买得到吗 是底部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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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是不是涨零板 是不是暴劳就好 今天还在涨 那这是题外话 我们回过来讲先锋 我先调节一半进隔空退隔手 对不对 老师啊 你为什么要留那一半 因为我认为他还会涨 我认为他还会创新高 我短线要赚 我破断要赚 3月23号礼拜三 台股一样没有涨 我的先锋 又创新高了 昨天休息一天之后 今天又创了新高了 那我想问问各位 你会不会在他狂标七天后 跑去追他 不会啦 我再强调一遍 任何股票 你都要掌握他的底部起涨去 好不好 我绝对不会带你去追 因为他已经从发动那一天 从我们进场那一天 到涨停板 已经标了三天了 对不对 底部起涨不影眼 紧接着后面 你看台股在跌的时候 他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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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默默地涨到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要不要追 当然不用追啊 因为我讲过嘛 你要找到底部的股票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前几天有跟各位讲过 油果将召开动产会议 有哦 还有印象 那未来油价就不是反弹 而是回升 可是有人会吐槽 老师那我柯林 然后油价就拉回 明明就拉回 你又不准 问题是 开会是四月份的事情 不是这个月份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开会的结果也还没出来 可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因为过去油价的崩跌啊 影响了经济 所以说这一次 油果的开会 它一定会减产 我认为减产的几率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因为产油果 欧佩跟非欧佩 占全球石油生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 七十五% 都赞成开会 那要做什么庆 我们都知道了 那有一档股票 你一定不能错过 它会飙到翻掉 它就是这支了 欲我重生的EVA之王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它不是太阳能 所以说你不要搞错了哦 然后油家二长了 太阳能要飙了 我告诉你 太阳能会反弹 但是 你不要指望它会飙 好不好 真正会飙了在这里 所以说 如果你真的都还没赚到的 请你把握一下 好不好 请你把握一下 因为它真的要飙了 它真的要飙了 好不好 一样 给你最大帮助 只要你愿意把手伸出来 用最快的速度 帮你翻身 但你不要购 赚那钱 作为销售力 敬完咖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 请用几天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索尼市场最强的主流谱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吹打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同志最佳的选择 吹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索尼市场最强的主流谱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台湾要和世界做生意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 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事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欢迎再回到现场 想清楚谁可以帮你赚大钱 再重生一变 你将来有多少钱 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 决定你是要去追 高高在上的股票 还是要跟着我们一样 底部进场 布局未来会大标特标的股票 这很重要 做对做错只要三成就差一倍了 还是要掌握底部起掌 你才有机会赚大波段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要给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实战 给各位三大保证 你才有办法看到买到赚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我要告诉各位是 我们保证操作没有空包蛋 这种东西 绝对没有 保证没有 我相信你看过很多节目 也参加过很多人 你会发现都是空包蛋 那怎么办 要找没有空包蛋的人做 好不好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可以买 为什么这个礼拜天天都留下影线 明明就是要拉回 很简单 热钱来袭 三月份到这两天而已 贿赂了1800亿 很恐怖 钱进来台湾要买股票 外资狂买股债 热钱淹台湾 澎淮南傻眼 对不对 欧洲资金还在台湾 买进工债大幅 而且总额大幅超越亚洲的其他国家 买的比日本大陆什么通通都还多 未来热钱 还有多少会进来台湾 这个人告诉各位 我搭不出来 到底有多少钱 到底有多恐怖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要买 当指数在拉回 当大家还在害怕的时候 我带你买的是先锋 先锋狂飙七天 你发现台股天天在跌 他天天在飙 要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那我要告诉你 你错过了 不好意思 请你买这一档 请你买这一档 为了真正会狂飙的股票 所以说 好好把握一下 好好把握一下 给你最大帮助 有最贵的速度 帮你翻身 带你掌握大波段 祝你超顺利 明日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贫乎 贫自负 好无知风险 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 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金卷能提供 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索迹市场最强的主流股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海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金卷能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索迹市场最强的主流股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赚得更开心 特海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请用吉他五分猪